他們都是很囂張很目中無人的 他聲音是比較高 又防很大的人 我爸是將軍 你算什麼 然後就說 你憑什麼這個來這個班唸書 你知道我講這樣子的話 回想起老乃慧 這位自稱是他同班同學的L小姐 又說不完的 痛苦回憶 下課要上廁所 一躺到那邊 然後就會覺得你是賤名 你憑什麼資格過 對我來說 他對我的人真是一個魔掌 我當然現在回想起來 過去那種每天被他逼哭 我一把時候會覺得 我怎麼那麼懦弱 以前跟他同班的人覺得 反正他們都是權貴的 就是非富即貴的人就對了 你是沒有資格跟他說話的人 國中畢業都已經二十幾年 爆料的L小姐 自稱對老乃慧當年的言語霸凌 依舊無法釋懷 第一個他們不是孤單的 第二個我也希望我是最後一個人 被老氏家族霸凌 或是被老乃慧霸凌 雖然對老乃慧心中有怒 不過L小姐不願拿出更多具體證據 相關指控還有問號 但就這麼巧 也有疑似老乃慧的高中同學PO文 指他當時成績上景美女中 成績算末段 但因為成績不如人 常常霸凌成績好的同學 因為家境不錯 過去還會花上千元買聖誕卡片 讓全班傳閱 炫耀一番 但傳到功課好 可是家境沒錢的 就立刻大罵 你買得起嗎 碰壞了你賠得起嗎 還私下要求索賠 最常說的話就是 我爸是將軍 你爸算什麼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不是 我的爸爸是不是將軍 我們從來不會再學校做這樣的討論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的居心不在 面對指控 老乃慧全盤否認 不過一次老乃慧 補習班的學生透露 老乃慧在課堂上 高分被為弟弟喊冤 像我今天遲到 但我有犯法嗎 有必要這樣嗎 還說看到那些報導 真的快氣死我了 如果我出來選立委 你們一個人要幫我拉屎票 社會是要還我們一個公道的 如果有錯 我們願意勇於承擔 但是如果真的不是事實是這樣的 我也請大家還我們家一個公道 老乃慧一手扯出的阿帕奇風暴 也意味讓老家姐姐的往事跟作風 全部被攤在陽光下 記者綜合報導